1990年代时,欧洲就有65万库尔德人,2010年以后发生难民潮,又有大量叙利亚人、库尔德人、阿富汗人难民涌进法国,才有了巴黎的库尔德人聚集区。 法国需要这些外来人口从事底层工作,但对于外来人口的管理有一场头疼。 二战后,法国劳动力不足,起先是向南欧地区招收劳动力,招的都是意大利、西班牙、葡萄牙、希腊等地的白人,从西非过来的黑人只占3%。 南欧经济发展起来后,白人都不愿干这些刷墙、洗碗、通下水道之类的体力活。 法国经济在1960年代又处于蓬勃发展阶段,急需劳动力解决生产问题,就只能从西非殖民地引进黑人参与劳动。 西非黑人也愿意去法国打工,毕竟语言手适应环境容易,你又把我们家矿都挖完了,不找你找谁。 法国对这些西非黑人原先只当打工人对待,赚点钱就叫他们回家。 但1970年代中期开始,因为天灾和内乱,西非国家乱得一批。 这些黑人不想回去了,赖在法国不走了,不仅不走,还把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接过来一起过日子。 法国敢也敢不走,最后只能咬牙人了。 这些黑人本来就爱生崽崽,法国又有生育津贴,生得多改得多,好家伙,那黑人还不拼命下崽子。 于是黑人越生越多,越生越多。 而白人经历过工业革命,就越来越不爱生崽崽。 这个是无解题,凡是工业发展得越好的国家,国民越不爱生孩子。 一进一出,法国黑人占比越来越多,白人占比越来越少。 为了找工作方便,黑人们都爱往大巴黎跑,但因为受教育程度低,到了巴黎也找不到好工作,便开始去偷强拐骗。 加上有部分黑人光吃福利不工作,部分高炉白人看不下去了,两边矛盾就越积越深。 网络上传言,现在巴黎60%的新生儿是黑人,这个数据应该是谣言。 由于法国做人口统计时不标注种族,黑人在法国具体有多少人不明朗,但估算约有500到800万人。 法国现在一共6750万人,就按800万黑人算,也只占总人口比例的11.85%,说60%的新生儿是黑人肯定是威严怂听。 据在巴黎的华人向我们反映,现在黑人的出生率也在缓慢下降,所以黑人总占比数日后也不会太夸张。 但法国除了黑人,还有个头疼的问题,他们还有约520万阿拉伯人。 这主要也跟法国对非洲的统治有关系,因为这些阿拉伯人主要来自北非。 北非原是拜占庭的地盘,阿拉伯帝国兴起后,把这些地方全抢了过来。 公元771年,沃玛亚王朝渡过直布罗陀海峡,杀进伊比利亚半岛,吃下了今天葡萄牙和西班牙。 又在732年翻过比利牛四山攻入法国,这时候整个欧洲都紧张了。 法国人赶紧带着希腊巨弩和重装钢甲骑兵,拼死拼火将阿拉伯人赶了出去。 但也有部分阿拉伯人就此留在法国南部,成为第一批定居在法国的阿拉伯人。 1798年,拿破仑进攻埃及时,一大批给他打过攻或者效忠他的阿拉伯人,几年后顺带着一起涌入法国。 法国原本把他们安排在马赛地区,后来拿破仑在滑铁卢吃了败仗,就没什么人管他们了。 他们便进入巴黎生活,形成了今天巴黎的阿拉伯社区。 这拨人数量比较多,算是阿拉伯人在法国扎下了根,后面过来的阿拉伯人以此为基地,在法国一点点扩散出去。 跟黑人的剧本一样,法国人统治非洲时,作为殖民地的阿尔吉利亚、摩洛哥、突尼斯的阿拉伯人开始陆续搬到法国去。 在1912年,法国颁布入籍法后,逐渐拿到了法国公民身份。 一战二战,这些人拿命给法国流血流汗,法国也不好意思不收留人家,于是阿拉伯人越来越多。 基督教立国的法兰西在1916年有了第一座清真寺。 发展到现在,法国已经有2500座建成的清真寺和300座正在建的清真寺。 算上黑人信教的,全国已经有700万穆斯林。 北非这些阿拉伯人比西非的黑人难对付。 1954年开始的阿尔吉利亚独立战争,八年打死3万名法军,打得法国人哇哇叫,最终放弃了对北非的直接控制。 所以说,法国人现在也就欺负一下黑人兄弟。 但凡争气一点的越南人、阿拉伯人都可以打哭他们。 在阿尔吉利亚独立战争期间,大约有50到100万认同法国背叛祖国的阿尖跑去了法国生活。 法国人给他们盖了点检疫房子,使他们又形成了一波阿拉伯人社区。 转眼到了1976年,法国又缺劳动力了。 心想这些阿尖可以叫他们亲属过来当廉价劳动力呀? 这些人干活可比黑叔叔靠谱,谁带家属过来就给法国公民身份。 这下大批北非移民涌入法国,在法国开支散业。 形成了今天的520万法裔阿拉伯人。 所以今天法国穆斯林里,43%来自阿尔吉利亚,27.5%来自摩洛哥。 说穿了,翻到根源,还是当年殖民地的原因。 跟黑人兄弟差不多,在法国的阿拉伯人受教育程度也不高,工作也不体面。 还有一大拨人找不到工作游手好险,因此也常常跟高路人发生冲突。 差一句,英国的穆斯林主要是巴基斯坦人和孟加拉人,是他们当年殖民印度带过来的。 法国的穆斯林主要是北非的阿拉伯人,是他们当年殖民非洲带过来的。 而德国穆斯林主要是土耳其人,是二战后补充劳动力过来的。 去土耳其找劳动力,是因为德国过去跟奥斯曼帝国关系不错,念得祖上旧情。 德国穆斯林的来源,其性质跟英法有本质区别。 法国年轻球星姆巴佩,她妈就是阿尔及利亚白人移民。 她爸则有喀麦隆和尼日利亚血统,典型的法国殖民地移民家庭组合。 还有著名球星奇达内,她父母都是阿尔及利亚移民,他们家就特别能生。 全家族现在一共25口人,奇达内自己也生了4个,50岁就做爷爷了。 这几年法国足球队肤色越来越黑,几乎快找不着白人了。 这都是法国黑人加阿拉伯人越来越多产生的后果。 对了,那这回莫名其妙被枪击的库尔德人,又是怎么去到巴黎定居的? 我们以前介绍过,3000万库尔德人生活在土耳其、叙利亚、伊朗、伊拉克交接地区,生活过的颠沛流离。 有小部分就跑到了欧洲生活,主要是德国,其次是法国。 1990年代时,欧洲就有65万库尔德人。 2010年以后,发生难民潮,又有大量叙利亚人、库尔德人、阿富汗人难民涌进法国,才有了巴黎的库尔德人聚集区。 法国需要这些外来人口从事底层工作,但对于外来人口的管理,又一场头疼。 2015年1月,法国发生查理周刊事件,一批穆斯林因为查理周刊侮辱了先知,拿着AK-47和火箭弹血洗了周刊巴黎总部,造成12人死亡,5人重伤。 2015年11月,又发生巴黎大屠杀事件,恐怖分子血洗巴黎,造成132人死亡,几百人受伤。 由于多民族的融合过程极其惨烈,这些年法国媒体都小心翼翼避开种族矛盾,参与偷强拐骗的黑人和阿拉伯人,媒体都不敢直呼其名,只管他们叫郊区青年。 这次法国老头枪杀库尔德人,法国的费加罗报,巴黎人报,西方法国报,BFMTV都心照不宣,只敢说枪声响起,都不敢提这件事背后的种族主义本质。 而据法国警方称,这位老头之所以对外来种族这么愤怒,是因为2016年他家里被入室盗窃了,老头在巴黎住了一辈子没见巴黎治安这么差过,并把所有责任怪在外来种族身上,一直想谋杀移民和外国人泄愤。 老头不只是恨库尔德人,老头是恨所有黑人、阿拉伯人这些外来移民。 老头枪杀库尔德人之后,库尔德人集体上街,在巴黎街道上纵火砸汽车,法国警察发射催泪瓦斯,抡起大棒子,跟库尔德人打成一片,最后逮捕了十几个库尔德人。 在这名愤怒老头枪杀库尔德人的背后,我们不仅仅要看到巴黎移民的生存情况,也要看到民族融合的艰难,法国殖民的血腥。 我们不仅要看到移民带来了令法国人骄傲的七大内姆巴佩,更要看到背后引发的无数社会问题。 虽然中国这边,大家看热闹不嫌事儿大,希望法国的黑人和阿拉伯人将法国拖到深渊,但说实话,黑人和阿拉伯人的比例还不足以动摇法国国本。 未来几十年也不太可能,法国依然是那个在长期吸血西非人民科技与奢侈品中强大的法国。 不过,甘蔗没有两头田,在他们欺辱其他国家而获得巨大回报后,也要面对他们造出的罪孽,正一一报应在法国人身上。